1942年5月15日晚 日本大规模突袭我国浙江江西 合计87个大队两个飞行团 企图一举歼灭中国第三战区 鬼子这次进攻是一场极其凶狠的复仇 报仇的目标是美国 受害的却是我们 鬼子大规模突入两省平民 他们的细军部队也在当场 大规模散布霍乱 伤寒 还有利己 前后竟高达20万中国军民被杀 而这场人间惨剧的起因 竟是几下微不足道的美国轰炸 这就是大名鼎鼎的Tukurid 杜利特指挥16架轰炸机空袭东京 虽然只炸死了50只鬼子 刮沙一样的杀害 但它引发的蝴蝶效应 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太平洋海战的走势 小小的杜利特空袭为何如此重要 仅16架轰炸机的空袭 又为何能让日本惶惶不可终日 这事还得从1942年的局势讲起 这时候太平洋已经沦为黑暗森林 每日在太平洋互不知晓对方航母的动向 在苍蒙的大海上玩捉迷藏 1月31号 齐一号神不知鬼不觉 空气轰炸卧九环郊和塔罗亚岛 2月23日 日本潜艇突袭美国本土 炮轰了加利福尼亚一座炼油厂 作为反击 美国在3月4号突袭 仅距离日本1000英里的马库斯岛 4月9日 南越又指挥第一航空舰队突袭印度洋 摧毁了两艘船24架战机 美日就这样硬着头皮来回拉扯 谁也无法阻止对方偷袭 这整的日本就很慌 鬼子特别担心东京遭遇大轰炸 因为当时日本人脑子被洗得相当纯粹 在他们的文献资料中 从未记载过任何本土遇袭的历史 东京坚不可摧 即便有 洗脑机关也不会让它出现 东京就是信仰 如果东京被轰炸了 那鬼子的心理和士气必然大受影响 而且日本东京有密集的木质建筑 不仅防御力弱 而且易燃 几枚燃烧弹 估计就能造成巨大的伤亡 所以山本56他就非常担心 他害怕东京被大火吞噬 更害怕天皇的生命受到威胁 这会严重损害到日本人的信仰 动摇他们继续战斗的意志 所以不论轰炸规模大还是小 就被炸这个标志的意义 在心理上都是日本绝对不能接受的 于是他们在东京的东部海域 利用大批的渔船和侦察机 在1100公里外 建起了一道严密的警戒线 负责巡回侦察的鬼子高度敏感 他们有不少于三次误以为低级来袭 还有一次错误的派出了大和号局组结美舰 山本每天都要询问东京气下站 问问天气咋样 只要听到说是阴天下雨天 他就大松一口气 东京暂时安全了 可见日本人对空袭东京是多么恐惧 墨菲定律有个很有趣的推论 叫你越是担心什么就越会发生什么 碰巧在日本惶惶不可终日时 美国解决了空袭东京的技术难题 其实从珍珠港刚刚雨期开始 罗斯福就一直在琢磨着要空袭东京 可那会舰载机的续航也就300多公里 你敢把航母开到距离日本这么近 大和号460毫米的舰炮是开玩笑的吗 航母要真敢这么玩 只能去海底探险了 后来一位叫做弗兰西斯的参谋 提出了一个方案 不用海空军的轰炸机了 用续航更大的陆军B-25轰炸机 尽管这需要远超航母的起飞跑道 但只要飞行员多加练习 再把飞机腹部大部分改装成油罐 并接触海风起飞不是问题 但是这么大的轰炸机 无法在打黄风的甲板上降落 干脆等轰炸完动静就不再返航了 向前继续飞 飞到中国沿海再迫降 这就是所谓的穿梭式飞行轰炸 弗兰西斯的大胆方案 立即被海陆军举双手采纳 并在训练了几周之后的4月1号 16架轰炸机登上了大黄风号的航母加班 在美国人民的黄湖下驶过京门大桥 离开旧金山直奔日本帝都 航行11天之后 企业号也参与其中 他负责给大黄风号预警护航 万一被鬼子逮个正饶 后果不堪设想 所以美国的紧张丝毫不逊色日本 以至于4天后 到达东京外的1000英里时 总指挥满牛海尔西的神经都高度紧崩 他一再要求企业号不停的发射侦察机 还是那句话 你越担心什么就越会发生什么 碰巧就在准备起飞轰炸的当天 侦察员报告说 已经被日本一艘渔船发现 这是一艘装备钢甲的日本小型监制渔船 日东晚23号被改造成了巡逻艇 此时他距离企业号只有三公里 最开始是一个日本水手透过望远镜 边看边对旁边的船长说 哇塞 有两艘漂亮的日本航母来喽 船长接过望远镜 对憨憨的水手回应道 确实很漂亮啊 只可惜不是日本的 船长立即把报告发回了日本海军部 哈尔西也立即下令击沉渔船 这就有个很有意思的打脸小插体了 那时维尔号战舰受命前去开炮 炮手们一顿操作猛如虎 渔船竟然毫发无损 哈尔西都看傻了 战舰继续猛烈开火 野猫战斗机也升空扫射 打了将近半个小时 哈尔西脸色都变了 小渔船甚至用自己唯一的13毫米机枪反击 还击落了一架美机 真是让人笑掉大压 最后美军愣是打了不少于928发125毫米炮弹 野猫起码打了128012.7毫米的子弹 才打沉了这个渔船 眼看行动暴露 杜利特让16架轰炸机全顾升空 指挥着他们直抵东京上空 日本观察上还以为这是友军 还向美军挥手欢迎 碰巧日本首相东条英机也成绩 从轰炸机编队旁边驶过 他也以为是友机 心里估计还在窃喜 我大日本帝国竟也能造出这么大的飞机 几分钟后 美军投下了热烧弹 先是造船厂被炸 接着是油罐 钢铁厂 一阵阵的爆炸声吓坏了日本人 防空警报顿时响起 这是东京首次遇袭 然而轰炸造成的破坏其实微乎其微 甚至连一场像样的火灾都没有引发 但日本上下却崩溃至极 日本电台的女主持崩溃着苦海道 市民们快去献血追究日本吧 当山本听闻空气之后 直接瘫软在椅子上 他派出了赤城飞龙苍龙三艘航母追击 陆基战机也紧急起飞 追击轰炸机 晚了 美国早已逃出2000英里之外了 日本军部气得歇斯底里接近崩溃 一会儿咒罢是中英美苏联手伤害日本 一会儿又说是美国一家犯下的暴行 全日本的军民也心态激进崩溃 当年偷袭珍珠港的锐气不再了 根据日本王牌飞行员板井三郎会议到 尽管这是一场惩罚性的袭击 但是让我的战友和我的家乡感到恐惧 这是一种对未来更大袭击的深深恐惧 大受震撼的同时 日本军部也封魔了 他们有气没处撒 于是对准了中国 鬼子打着追捕美国飞行员 预防中国搞穿梭轰炸的名义 发动了沁竹难说的这干战役 正如开图描述 山本56也急了 他明白了一个道理 再好的防御也不如拙劣的进攻 太平洋海战不能再拖了 需要决战 调回印度洋航母引出美国舰队一举将其歼灭 否则东京的火灾永远不会熄灭 于是他仓促拟定了中途岛作战计划 这计划连日期航运线后勤部署 甚至连最起码的战前侦查都没有准备 这也就注定了中途岛决战的失败 所以说这场微不足道的空袭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太平洋海战的走势 这里是前下分析 感谢您的收看